欢迎来到陪你读轮衣讲药您好 我是唐玉玲 非常高兴跟大家在音频上见面 上一章讲到知者不惑 仁者不忧 勇者不惧 孔子说他做不到 子宫说父子自己说他自己 你看老师很谦虚 可是弟子知道老师有这个境界 老师谦虚归老师 弟子不能跟着老师谦 老师说他不如人 弟子说我的老师就不如人 那你跟他学干什么 所以有些你要了解论语上的那些语趣 不同的人他会讲不同的话 比如说曾经说我的老师学乌拉人 论语非常的通达 有人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的傲慢 那么捧女的老师 那我说那子宫难道这样的做他老师 也是捧他老师的 所以对自己的传承要有很有信心 那你相信你的传承 你才会认真地去弘扬你传承的道 如果你对你的传承都没有信心 你怎么会去弘扬呢 上一章里面还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现在学很多东西 从小到大都学很多东西 刻意拼命地塞 学很多的这些学科 然后考试就为了考高分给答案 或是死对答案 其实越读书人越迷惑 到最后读书完了都不知道要干什么 所以坦白讲 真正我们充实自己的知识 他未必是一个智者 智者一定是充实自己的知识 但是充实自己的知识 未必是一个智者 智者要有真正的中心思想 要有这些精学的学习 要能够学到核心的学问 要能够有推理的能力 学到人家的推理的能力 理智的分析 这些才是你通往智者 不是学了一大堆的知识 现在人也学了一大堆的知识 其实他很迷惑 很茫然 甚至烦恼起来 也没办法对峙 也没有办法处理人际关系 这怎么叫做智者呢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 现在给孩子补东补西 就是往智上走 可能有时候往迷惑上走 这一点我们家长们 可能要好好的去省思 以上是我们上一章里面的一个回顾 我们再来想到说 我们交朋友 到底要交哪一类的朋友 还有我们自己 在这个人生的旅途上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走才叫做进步 你说你今天比昨天进步 请问什么叫进步 考试分数高一点叫进步 真的吗 还是多懂一些知识叫进步 其实进步 应该还要有更精准的定义 那这更精准的定义 怎么定义呢 我们来看 直喊篇的第31章 直曰 可与共学 为可与世道 可与世道 为可与利 可与利 为可与权 这就是看出来 一直在进步 首先我们说 这个人是可与共学 可以共学 一般说天生德的人很少 都是后天求学 那这个孔子也说 他是学而知之 那后天学当中 当然有的人知之很好 学得很快 像颜回就很容易学的 把东西学会 那这个真子就不行 高材就不行 所以学当中 还有的学 是找到方向的学 有的是这个 功夫异端的学 那有的是为了 这个科举功名来学 有的只是为了 在知识上获得来学 在这个学业上 给自己某一个出路 将来看薪水 能不能多赚一些 或是在闯事业的时候 有没有多一些的知识背景 多一些能力这样而已 所以可以共学的人 真的很多 还有这个如果是一个名师 跟他来求学的很多 像补习班 名师那都是集满人的 或是线上课程的 或者是什么读书会的 那名师的话 往往跟他共学的很多 而往往未可以试到 就是这个老师 是不是通往道上的老师 还有这些学生 是不是通往道上的学生 这样来检验的时候 好像就不是很多 所以才会说 到底你这种人生的进步 你要怎么定义你的进步 我也同意说 你数学上个月六十分 这个月八十分就要进步 当然我说 人生怎么样才叫做真正的成长 有时候是知识获得很多 可是他是生活上的侏儒 他没有办法处理他的生活 没办法对峙他的情绪 没办法跟人交往 那可以试到呢 可以试到的试啊 就是一般说和试 其实他应该是说 往的意思 知的意思 那可以试到就是说 他可以跟你自同道合 在道上走 比如说是一个愿意朝向君子 跟圣人方向走的 这叫做试到 往往求学的人 很少人是这样的想法 孔门里面 也是弟子们 也有不同的 那试到呢 比如说染球呢 就是一个他多才艺的人 孔子教他往道上去发展的时候 染球也说力不从心 孔子说 不是力不从心 是你画地之限 所以可见试到是第二个 我们要问 人生是不是进步的 是不是在道上 大家志同道合的 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一般说 招文道细事可以 你就算学艺的时候 也是以艺载道 什么叫以艺载道 不管你是学财经的 学科学的 学各类的生活技能的 像医科的 理工科的 以艺载道 意思是什么 你学这些都是为了利他 而且是帮助你 有入室的能力 帮助你成就人心 帮助你通往行而上 这种人才是真正世道者 所以这样的人培养的越多 对人群越有利 对社会 国家 民主的未来都有利的 而以文会有的有 要指这一类的朋友 这一类的朋友最为难等 很多人 他比如说 他去学什么 MBA 他不过学一些商业的技能 一些管理的知识 而且从那里去交朋友 想要给自己在商场上 找一番的出路而已 所以你看 华欣跟管林是共识 可是华欣是贪慕于荣华富贵 所以管林跟他割习 把习子割了 不要再跟他交往 可见可以共识 未必可以世道 未可以世道 就是不见得可以 往往十个人当中 不到两三个是往世道的 有时候是 你没有办法去跟他归过圈上 不屑教诲 就是说 没有办法讲到道上的 就像说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 你的班上的同学一大堆 但是要跟他谈做人处事 跟他谈经学的涵养 跟他来讲信以天道 跟他来讲入世的君子 往往你说不上话 所以这是不容易的 这以上是第一个 就是可以共识 未可以世道 第二个 可与世道未可与利 是的 在道上大家自同道合 可是未可与利呢 未可与利是说什么 一般大家 有时候对道的信心 要很笃定的 可与利就是说 真的是升起了心智 孔子叫做 实又物而至于学 有那个志向 那个志就是在佛家叫做愿 也可以是一种欲心所 就是好要 渴望 非达到目的不可的 那这样的人 人家说 这个信道而赌 就是对道信心是很强的 好要心是很强的 很赌厚的 那是很固执的 不会变的 堵字 这个轮语里面讲的堵字 这个固执要像长什么样子呢 就是像世间那个老顽故 你怎么讲都讲不通 或是家里面练家 出门晚上一定要回家睡的 你怎么劝他都没有用 那个利就要长成这样 叫八风吹不动 对道的信心 比如说这件事情 你用道来考量 还是用世间人来考量 那我用对道来考量 这件事情呢 是我固执的 坚持的 所以你看那个 曾子 还有其他论语的 这孔门弟子啊 他们其实都有政治上的出路 可他出路完全是以道来考量 如果不合乎到 这个出路 你应可他不要 那你会说太固执 对他们就这么固执 这叫做科与力 科与力啊 不容易的 这样的人更少 所以像以前 孔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 跟国君之间的谈得很难 可是当国君要用孔子的时候 孔子就要考量 是不是真的以道来用我 所以往往为什么呢 叫做夫子和威者西西一代中 就是夫子在春秋这一代啊 这个集集满满的从这一国到哪一国 并不是说该国的国君不想留他 而是说在道上 孔子是坚持的 能力愿意付出 可是他要合乎到的 这是难的 所以以上啊 这是第二个叫做 可与世道 未可与力 进步 人在进步 那你不管你是教学的人 你要看你是不是在往这个道上走 求学的人 你看你是不是在往这上面走 你才是真正定义你自己叫进步 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那第三个叫可与力 未可与权 可与力啊 就是十五又自于学三十而立 力包括说 不但是志向确立 经学的见地也确立了 这里面包括的就是 你对道的志向 你对道的信心 你对道的修学 你在道上的见地的见力 这都是在可与力 这样的可与力啊 像什么呢 就像名字签这样 就是这个不为所动 这个外面的锣鼓喧天啊 明文力啊 不为所动 八风吹不动 但是学罗说啊 可与力是殊胜的 但是孔子说 这边说 未可以权 未可以权啊 这就是要权变 关乔说 有时候在入世的时候 你要懂得权变 权衡轻重 那这像孔子叫做 事实而不惑 可见又是往上走了 一般人以为啊 是违背经典 违背道 事实上啊 他表面上是反经反道 事实上啊 是合经合道 那比如说 汝背想要见孔子 孔子说生病了 跟适者说他生病 那拒绝见汝背 可是汝背要走的时候 孔子在里面竟然弹琴唱歌 我告诉你我没病 我就是不要见你 这个就是权 就是表面上是拒绝他 但是事实上 孔子是要射手他 只是用这种方式 让对方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要不要改进 这种行权啊 你要行道当中啊 有时候是要变变方式 变变做法 尤其你要走入时代 要有走入这个时代的做法 所以才叫做有所损益嘛 该增加则增加 该减少则减少 我们一般说 你的意思就是 有的人以为这个权 就是要逢场作戏 像季公一样 季公就是 这个在逢场作戏当中来行道 这就是权 可是逢场作戏啊 你假如就是戏中人 那你就不是逢场作戏哦 虽然是百变哦 可是不离夫中 就像我一般说啊 世俗的明文立养 好像是在明文立养之人 可是呢 明文立养都沾染不到心哦 这个行权谈何容易 大家从利来 利没有追不没有成就 你行权一定会害到众生 也害到你自己 这个行权有没有根据呢 有的 《易经》里面说 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你看要变通嘛 这就是权 好 这《易经》的戏之传 告诉你说 不可以没收成规 一成不变 像我们学会叫做 死灾死灾 就是要通达时机 所以孔子是圣人当中的 圣字死则也 可则可 不可则不可 所以孔子才会说 无可无不可 唯义是从 就是以义作标准 在《易经》的前卦里面 叫做 与时俱进 可是与时俱进当中 它有它行道的大用 一般人可能看不懂 这除非你是高量的人 所以一般普贤 跟孕平说 随喜功德 随喜 某人做好事 你很高兴 这种随喜 我同意 可是上等的随喜 不容易的 它在行权的时候 你没有那个眼力 你随喜不到 那我们一般说 这个拳是怎么回事 你看可以拳 古代那个拳 就是那个称锤 称锤的时候 就是称物的轻重 如果是左边重 那就要右边跟它平衡 右边重 就要左边跟它平衡 所以就是不要过 也不要不急 好像说 我们一般在日用平常 处事里面也是一样 太过前面的 就要让它阻止它向前 太过退缩的 就要推它向前 太过嚣张的 就要压抑 太过低调的 就要劝它进 所以那个拳 很有趣的 它就是 看物体的轻重 来权衡 权衡 看它怎么去平衡关系 有时候我们人也是一样 老子也是说 比如说功臣名就的时候 要事实支退 你看是不是在拳 然后还有 孟子讲说 这个扫扫掉到水里面 你要不要去救 这就是权衡轻重 你不是说男女受受不轻 我同意 可是这时候你要不要救 这就是权衡轻重 那这种权衡轻重 这个宫阳传里面说 虽然是返经 就是违背经典 可是后面反而友善 友善就是能够利益到别人 看起来 有时候是在贬损自己 有时候是在害别人 可是反而内涵不是 那有些权 你可以不要有 当你是不要行权 可以不要有 就能够产生这个利益的时候 你可以不要权 但是有些权 是你不得不要的 你必得要行权 你比如说 古代战争 保护自己的国家 叫兵不厌诈 这就是权 这个权有是要有的 不能死板板的 像这个宋相公这样 那就是死板板的 所以以上可以告诉我们说 这里面 这个供学是人生的第一步 求学 第二步是往道上走 第三步是在道上当中 能够立定志向 立柱平革 而且在立柱之向 立柱平革 是在什么情况下立呢 是在通达经义当中立柱的 再来可以立位可以权 权就是说 行权 那是一种承担的人 他有时候他必须要行权 有时候行权是必须要贬损自己 比如说他有时候反而有时候要受害 来方便大刀的推斩 有时候反而他要躲到后面 方便大刀对斩 你意境里面 你看有时候是飞龙在天来行道 有时候是抗龙有毁 就退居幕后来行道 这都不一定的 所以如果在义经卦里面要趋吉弼凶 除了在卦象当中 知道他的己或凶 还要懂得变换这个卦 或者是旁通来看这个卦 或者升降来看这个卦 就是借着行权来脱困 那这也是一种行道的方式 这种人更少了 更难得了 那我们也可以从文明里面看看 孔子有哪些是行权 在共学世道力当中来行权 这个行权更具内涵 更具智慧 更具道的大用 这也是君子的活泼之处 圣人入世的变化 反而他才是很有趣的了解人生 以及相对应之道 以上是这一章的大一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